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福斯汽車的煞車背立器 煞車踏板的拆卸方法 他的背立器有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他跟背立器 連接到煞車踏板的地方是一個球頭的形狀 在這裡 煞車踏板是用一個塑膠做 扣住球頭 所以在裝的時候非常的好裝 只要一個用力的方式 煞車踏板就能夠完完全全扣住 背立器的推桿 可是當要拆的時候呢 就必須要使用特殊工具了 就像這樣子 我們將工具 直接套住背立器的推桿 套住了以後呢 將工具往上推 他會將 踏板的塑膠做給撐開 這個時候呢 踏板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拿出來 而不會破壞到 踏板的塑膠做 各位朋友或許有一點會 覺得說 這個工具有點像 一般家裡拔竹毛用的那種夾子 這一點會不會被偷懶 他會不會破壞去 那你已經操作了 這一點呢 有些事 很快 我擔憂